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三星和台积电都已率先进入了三奈米时代。 在2022年6月底,韩国巨头三星宣布,公司已开始地采用GAA电晶体环绕炸机架构的三奈米工艺节点的量产。 三星表示,公司通过一个名为MBC-FET的GAA技术,突破了FinFET的效能限制,通过降低电源低压水平提高功率效率,同时还通过增加驱动电流能力提高效能。 不过,自三星的这个三奈米面试以来,围绕着这个技术有了很多的纷争,当中包括了真实客户和良率。 但据韩国经济日报在去年11月的报道,这家韩国科技巨头正在与5到6家无精元厂客户共同开发先进晶片,最早将于2024年大量供应。 消息人士称,三星将使用其三奈米技术为灰达制造绘图处理单元GPU,为IBM制造中央处理器CPU,为高通制造智慧型手机应用处理器AP,以及为百度制造用于云数据中心的人工智慧晶片。 此外,据知情人士在最近所说,现在三星的三奈米工艺节点的生产良率达到了完美水平,但没有进一步详细说明。 其声称现在正在毫不拖延地开发第二代三奈米晶片。 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在2022年年底也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仪式,重磅宣布公司的三奈米量产。 台积电方面表示,公司的三奈米技术将是G5奈米技术的又一次全节点跨越,并在推出时提供PPA和电晶体技术方面最先进的代工技术。 据Semi Analysis报道,N3系列节点包括N3B、N3E、N3P、N3X和N3S,其中许多是针对特定目的优化的小节点,但有所不同。 N3B及原来的N3与N3E无关。 与其将其视为NodeNet,不如将其视为一个完全不同的节点。 正是由于N3B未能达到台积电的效能、功率和产量目标,因此他们开发了N3E。 其目的是修复N3B的缺点。 重大变化使金属间距越有放松。 台积电没有在触点V1、V2、M0、M1和M2基础层上使用多重图案化EUV,而是退缩并切换到单翼图案化。 至于三奈米的用户,台积电总裁魏哲嘉在日前的法说会上表示,公司三奈米于去年第四季量产,高效能运算及手机客户需求超越供应能力,2023年将全产能生产。 魏哲嘉说,升级版三奈米制程将于今年第三季量产。 魏哲嘉表示,三奈米及升级版三奈米今年合计,将贡献中个数百分比约4%至6%营收,营收贡献将高于5奈米制程量产第一年的贡献。 客户产品设计,定案数量也将是5奈米的两倍以上。 从这两大晶圆厂的数据可以看到,三奈米似乎很受客户欢迎。 相关统计更是指出,到2025年,三奈米工艺节点市场预计将达到255亿美元,超过5奈米工艺的193亿美元。 英特尔作为后来者,在三奈米这个工艺上已经着急万分。 在基辛格重返英特尔担任执行长以后,他定下了雄心勃勃的IDM2.0计划。 时任英特尔代工服务总裁,在去年表示,他们的目标是成为全球第二大代工厂,并且期望产生可观的代工利润率。 在14奈米苦苦挣扎几年之后,英特尔将在今年进一步拉近和台积电和三星的差距, 可能使得他们成为了三奈米代工的一个重要玩家。 英特尔日本负责人近日分享了,该公司在未来四年内重新夺回制成领先地位的计划。 他表示,随着原始奈米工艺的Intel七节点问世, Meteor Lake的原期奈米工艺的Intel四节点的晶圆已经量产。 其认为,Intel四节点等效业界四奈米工艺将带来20%的每瓦效能提升, 并采用EUV技术以获得更好的良率和密度。 他进一步指出, 英特尔还准备在2023年底, 推出其自认为三奈米工艺等效的Intel三节点。 这些晶圆专为四伏器级致强晶片设计。 第五代Zion Emerald Rapids SP将采用Intel三工艺制造。 Emerald Rapids将在SciFi Rapids一年内作为软更新推出。 值得一提的是, 这将是最后一个采用FinFET电晶体的节点。 三奈米毫无疑问将成为英特尔的一个关键节点。 观众们可能想知道英特尔, 究竟是如何在六个月内量产两个节点。 其实, 英特尔自己表示, Intel四和Intel三工艺有两个独立的团队同时开发。 这本质上是TikTok模型的重新启动, 允许快速节点采用。 按照英特尔所说, Intel三将共享Intel四的一些特性, 但足够新来描述这个新的完整节点, 特别是新的高效能酷。 其每瓦效能比Intel四提高18%。 因为英特尔把Intel四当作Intel三的基础, 海外媒体SemiWiki也将其与台积电三奈米比较。 据介绍, Intel四是相对于Intel七的全节点缩减, 在相同的功率范围内估计效能提高了20%, 或者在相同的时钟下功率降低了40%。 但该公司并不期望其新客户部署Intel四。 相反, 英特尔认为, 当该工艺可用时, 其未来的前沿代工客户将主要瞄准Intel三, 其原因之一是Intel四针对高效能晶片进行了优化。 英特尔将在Intel四工艺中将EUV引入之早, 然后在Intel三中深化该技术的使用。 据英特尔称, 在没有EUV的情况下, 从Intel七到Intel四, 每个CPU需要使用的眼膜数量将增加30%。 相反,Intel四所需的眼膜数量下降了20%, 总流程步骤减少了5%。 与台积电一样, 英特尔最初对EUV的采用将受到限制。 据报道, 该公司使用的EUV技术仅限于某些金属层和通孔。 台积电和三星都将EUV用于触点、通孔和金属层。 预计英特尔将通过Intel三扩大其对EUV的采用, 因此这种差距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缩小。 按照SemiWiki在之前的报道中所说, 英特尔所披露的Intel四的高效能单元密度约为Intel七的两倍。 与Intel四相比, Intel三应该具有更密集的库。 如果假设Intel三的间距相同但轨道高度更小, 那么与Intel七相比, 得到的高效能单元密度约为1.07倍, 高密度单元的密度约为1.4倍。 虽然英特尔信心满满, 且他们在工艺制成方面也是进步显著。 但SemiWiki重申, 他们相信英特尔能够在代工厂苦苦挣扎的时候, 显著加快他们的工艺开发。 虽然其不期望英特尔在研究的时间段内重新获得密度领先优势, 但相信他们可以重新夺回效能领先优势。 在先进制成代工成本越来越昂贵的当下, 英特尔的入局可能会给客户提供更多选择, 但仍需时间验证才好下结论。 那么,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 扩论有余。 最后, 请你点赞, 订阅,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 感谢。